利用ChatGPT辅助 制作专业简报的步骤 1.确定目标和受众 2.收集资料 3.建立结构和大纲 4.优化文字内容 5.设计和排版 6.使用视觉辅助工具 7.经评阅和修改 ChatGPT提供建议和指导 但创意和专业知识是关键 选择适合工具 寻求反馈 熟悉演示并不断学习 创作出专业简报 接下来我要继续讲第五章了 刚刚是介绍那个图片 那对了 还有各位因为我们使用ChatGPT 它会有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它讲一讲 它就会有简品字 所以我们要一口气 把所有的字都变成 那个繁体中文 如何做到这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情 在左边任何一张投影片 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全选 全选就是Ctrl加A 就是我选到每一张投影片 接下来直接点这个教越 教越底下的简转凡 这样就好了 这样每一张的简体字 它都变成繁体字 那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 那干脆我先把繁转减 就是每一个字它都是简体字了 对吧 然后现在我再点一下简转凡 可以吗 好 记得我们要教的都是那种 就是按几个按钮 按钮我们就完成的这种做法 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讲第五张投影片 你看一下第五张投影片 就是如果我们透过TripGPD 它现在是不是要介绍的是 安菲他命的危害 我建议各位 我们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你要善用你的标题 例如说下面它是不是有两句话 它第一句 它是要介绍安菲他命的危害 第二句是要介绍案例 好 那请问你觉得标题应该怎么下 好 所以我现在我要再一次的 跟各位强调一下 简报内容的重要性 因为我等一下我还是要再去介绍 就是如何去做那个简报内容的美化 因为这张我就是要强调讲这件事 好 首先请问你有没有发现 这张简报下面空很大 对吧 所以简栏上面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些事 那首先你就要先知道说 你觉得可以放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放图片 那图片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要去放一个那个smart art 那smart art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或者是你要放表格的话 那个表格适合放什么 好 所以我还是要先从认识这张投影片 你要把它设计成正确 就是符合逻辑的内容 首先标题你觉得符不符合 我们刚刚早上不是有跟你讲吗 TRAP GPT已经把一份简报的文案很快速就生成了 这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的内容有很大的问题 你不能照着就直接念给别人听 别人也听不懂的 首先请问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请问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安卑他命的危害 那请问你有没有说到案例 没有吧 对吧 所以你的标题至少你要下 安卑他命的危害与案例说明 我只是先告诉你们 你在这个地方 安卑他命的危害与案例说明 好了 那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标题是不是看起来是比较符合下面的内容 接下来 内容 内容 请问这边是不是有讲说详细介绍安卑他命的危害 如心理依赖 心脏血管疾病 精神障碍等 对吧 请问讲完这句话等于没有讲 你呈现这样内容 直接给国中生来去让他看 你不讲任何话 你觉得他看得懂你要介绍安卑他命的危害这件事吗 那你要怎么样让他看得懂 说就是安卑他命的危害 然后例如心理依赖 我觉得这边主要是少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他怎么样造成心理依赖的机制 没讲 听得懂吗 例如说他怎么安卑他命的危害 如何造成精神障碍的机制 没讲 那如果你这时候 如果把他的机制讲出来 至少你做到了一件事情 让这些听众他了解 是怎么造成精神障碍这件事 没关系 Chimp GPD他知道 只要你会问 好我们现在我就试着来去做这件事 首先你看一下 我要请你们 我又要再请你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Chimp GPD这边的一个示范 首先我们针对这个头影片 因为这刚就是我利用上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了这件事 所以我说第五张头影片 这件安非他命的危害 请改成条列方式陈述 另外包含具体案例说明 好你看他就说 有造成神经系统的一个危害 造成心血管系统的危害 造成精神状况的危害 这个就不讲了 再来具体的案例 我去查了一下 这都是台湾的具体案例 好这两则 但是没有2021年之后的 这是比较可惜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真的 这两则新闻是存在的 是可以讲的 可是我讲 这样请Chimp GPD做出来之后 这边神经系统 使用安非他命毒品 会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请问一下 这样有讲等于没有讲 我们要每一句话 都是要有那个逻辑的机制在里面 而且我们讲这样的话 讲给别人听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对只有讲这种话 人家才会听得懂 而且包含国中生 包含国中生 他才有可能听得懂 好这边你看 因为他写这句话 连我都听不懂 因为他没有讲机制 好所以我就直接改问说 他说安非他命类的毒品 他会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 但是这个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就我追问的 好所以他就说 他说这一类的毒品 他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的伤害 是通过从这边开始就是机制了 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 我讲这个机制的重要性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就请他改成20个字以内的描述 叫做安非他命类毒品 影响多巴胺等神经传递物质的活动 导致神经系统失调 进而导致神经损伤 我重点是要这句话 然后我把它贴到这边 贴上 刚刚刚那一句话 我要把它改写变成这个样子 我先把它改成繁体中文 简转繁 就是点到他 然后简转繁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一个很专业 这个领域的一个做简报的人 或者是说 你要替你的主管做简报 你也做得出懒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